大家好我是钱子T台正经话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我们将在达成10万的订阅之后呢 会举办一个惊喜的彩蛋活动 到时候还会有神秘嘉宾现身哦 大家最期待哪一个神秘嘉宾来我们T台正经话呢 快按右下角的订阅 并且在这边留言 我们会把这个嘉宾请来现场哦 欢迎收看T台正经话 我是钱子 距离投票截止的时间只剩下两个小时了 观众朋友您投票了吗 如果还没有的话 要把握在下午4点之前履行您的公民权 今天T台正经话的现场 也请到重量级的来宾 跟我们一起聊聊选举 也展望未来2020的新政局 T台正经话决战时刻的特别报导 要剖析2020的新挑战 重量级来宾来了 前内政部长李鸿远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动画大学教授施政风老师 大家好 欢迎台北市议员李鸣贤 大家晚安 鸣贤早上还在脸书po文说 一早去市场吃粥 我投完票去吃的 吃粥 我有投票 我有投票 投完票去吃粥 很轻松 是不是很轻松 很紧张 我是故作轻松 内湖这边的投票的次序都很好 你好很快就投完了 我十点多去投票的时候是没有排队的 比去年2018好很多 去年2018因为有公投跟大学一起 所以昨天去年排队很长 今年投票情况我觉得 投票当然大家很踴躍 可是排队的情况没有去年多 是 老师我刚刚听说您在泰山 等了一个小时排队 排了我九点半去排了快一个小时 然后我妈妈就八十几岁 他也就乖乖在那边排了一个小时 本来警察跟他讲说 你八十多岁了 你可以优先排 不过他说我跟你站在一起 我还是乖乖排队好了 要守法这样子不要有特权 好 现在应该时间 来到下午两点钟 还有两个小时投票就要截止了 就像刚刚说的 如果你还没有投票 赶快去投票 我们也来看看今天一大早 三组总统候选人 其实一大早都去投票了 韩国瑜他的户籍地是在高雄 由他的女儿韩冰陪着他一起去投票 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情况 你看韩冰握着爸爸的手 拦条条 就是勾着爸爸的手 因为昨天晚上韩冰 可以说是在这一次大选 第一次出来站台 很多媒体其实也都很关注 他女儿以及这个爸爸 当然包括总统候选人 韩国瑜投票的情形 可以看到韩国瑜8点10分 就在他的户籍地大园 高雄的大园来投票了 那次序看起来非常好 韩国瑜也没有多说什么话 毕竟这个选战达到这里 然后只能看天意了 这近代选举的结果 而蔡总统他的户籍地 是在新北市的永和 早上一大早9点钟 蔡总统也去投票 我们来看看蔡总统 在投票的时候 也吸引好多排队民众 争相来跟他拍照 我们来看看 蔡总统投票的情况 好 刚刚蔡总统说 希望我们的民主更强大 也希望今天的投票率会很好 那现在当然还不能预估 因为还有两个小时 投票才会截止 不过天气很好 那刚刚部长也说 投票的人很踊跃 非常踊跃 可以描述一下那个情况 我觉得因为我们泰山 是一个比较 都是老朋友 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 碰到小学同学 碰到很多可能这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都没见过的 这些老邻居 然后当然大家都很守规矩 都不讲话 都不讲话 基本上因为 因为怕这个 反正大家就很安静的 就这样慢慢默默的 这样拍了一拍 我觉得是蛮奇特的一个景象 但是我会觉得 这真的是我们台湾民主的骄傲 就是我们的国民 很会很discipline 就是我们知道说 我们该怎么样 然后很平和的履行自己的义务 我觉得这是一个骄傲 是老师 我们讲到投票率 因为大家可能一般都预料 因为今天天气很好 然后我们看到昨天的高铁 因为我昨天从高雄回来 高铁都是斑斑克满 整个高铁站挤满了人 很多人都说今年投票率 可能会突破遗忘 是这样子说 就是说一般有几个决定的方式 意思是说如果输赢 好像悬殊的样子 天气又那么好 就是郊游的好日子 这是一种 有人就是出去玩 然后可能没去投票 你看那个赌盘 你觉得说已经赢面 就是这么明显了 对不对 没差我一票 这是另外一种 这是一种 但也没有错 我本来应该是就是前天 然后就是昨天要回来 就是要南部去 但是票很不好买 车票 高铁也不好买 第二就是当你民主化 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会降低 OK 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们看 一些欧美的国家或者是日本 投票率其实都很低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日本投票率好像都不会高于五成 甚至只有低于五成 我说通常就刚刚民主化 比如说中欧 东欧那些国家 你知道数量差很多 变成四 拿到账款就很多资源 大家就会很紧张 所以我不晓得台湾已经成熟 到那种程度了吗 我们来看看历届的投票率 我们整理了一下 在1996年的这个投票率 其实到达了7成6 不过在2000年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CG 2000年的时候是第一次政党轮替 那一次标高投票率到8成2 是陈水扁当选 接下来其实投票率就一直往下跌 一直往下跌 到了2004年我记得 2004年的投票率还有到八成 那一次也是陈水扁总统当选 他的这个支持率 这个投票率是刚好拿到超过 刚刚好超过五成的这个选票 到2018年 2008年 2012年 投票率都有七成六七成四 不过比较特别的是上一届的总统大选 2016年投票率灌破了七成 只有百分之六十六点二七 有效票是一千两百多万 那上一次当然是由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 获胜他胜出了 他拿到的选票是六百八十九万票 因为2016年其实是比较特别的状况 所以如果我们要推估今年的投票率 或者是今年的这个投票的人数 我们根据中选会的这个公告 这一次的2020年的总统选举的人数 是一千九百三十万张票 如果我们排除掉2016年超低的投票率 不算的话 用历次这个历年次低 也就是在2012年的七成四来估算的话 今年的投票率 我们有一个算是 如果是用一千九百三十万张 有效票乘以0.74再除以2 因为大概只有超过一半 大概就可以当选 那得出来的是714.1万张票 也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拿到 今年不管是谁 如果你可以拿到700万张 应该就可以当选了 明显 从2000年的投票率最高是82% 所以逐年 每次选举都递减 大概2%到4%左右 所以2004年是80% 2008年是76% 都下修2%到4% 我有2012到2016 是下修到8% 那一年其实比较特殊 就包括媒体的分析说 认为有一些军工教是不出来投票的 影响到 所以2016是创 历年来最低66% 是下修最多的 那这一次选举 如果照各方推荐的话 如果是推估的话 如果到七成四的话 像钱子刚刚你提到 所以700万票是一个门槛 那700万票的话大概就是 历年来应该是第二高了 最高的是2008马银九得票率 765万票最高 那次高是蔡英文去年的 上一次的689 那如果这次开到700万票 是一个当选门槛的话 我认为因为这次是三组 所以门槛会不会到那么高 我认为还会再下修一点 700万可能还会再往下修 还会再下修 因为你是用七成四的投票率 那投票率会不会到七成四 那么高还是会下修一点 因为之前媒体预估 大概是七成上下 所以这次有没有到七成四 那么高 如果用七成 我大概预估算一下 大概是蔡英文上次的689万 再低一点 大概680万就是一个门槛 包括这次三组分裂的 一个情况底下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门槛 应该不会到700万票那么高 不过这一次选前 因为蓝绿都大催票 所以可以看到 回来投票的人很多 我说的回来投票是包括海外的 海外很多侨胞都回来 不管是投绿的还是投蓝的 包括我刚刚讲的在高铁站 很多人返乡投票 那个好像过年一样 我必须讲 昨天在高铁站 那感觉是跟过年没有两样 在这么大力的催票 以及天气好的这个助威下 这个投票率到底会有多少 其实马上就知道了 刚刚其实李鸿远老师也讲了 他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 才投到票 可见很多开票所 或是投票所 就是人潮汹涌 早上各地的记者都回报 给我们这样的情形 至于从海外回来投票的人 有很多是明星 刚刚我们记者也捕捉到了 老牌艺人秦祥林的画面 来听听看秦祥林怎么说 很难得 这次很热闹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回来一个多礼拜 今天要来这边投票 新闻怎么样 我刚刚自来说 这个叫什么 选举的焦虑症 昨天晚上 我连电视我都不开 没办法睡觉 就是我是看一些什么动物台 什么运动台 不然我太想 这个选举时间太久 所以我赶快 今天把它投完票 大家都轻松一点 好紧张好焦虑 其实这也是很多人 共同的心声 刚刚看到这个艺人秦祥林说 昨天晚上焦虑到 不敢看任何 跟大选相关的报道 也不敢看新闻 只能看动物台 一些娱乐的频道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这样 我爸也是 整个超焦虑 超激烈的 超紧张 不过我们必须提醒大家 今天晚上不管结果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要友爱对方 台湾还是台湾 都必须要 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现在也欢迎 刚刚加入我们的资深媒体人 唐湘龙 唐大哥 欢迎 唐大哥你投票了没 投了 今天怎么投 我觉得今天的 我们那个投票所大概 疏散做得还不错 所以倒没有等太久 但是我发现今天 投票的人都非常早 一大早 有人八点不到就在排队了 真的人潮汹涌 当然因为我们在台北市 可能去年的投票经验 被搞怕了 因为去年很多人 下午三点半去投 投到七点多 所以今天就干脆都提早 都还算顺利 我觉得 但是有偶尔打打招呼 可以感觉大家都不确定 都还蛮焦虑的